我国国产的飞行车模型 昨天在佛罗交云海空展亮相 但是设计一出 不但被不少人嘲笑 今天也继续在国会沦为笑柄 有议员就嘲笑这样的设计 让他们想起了多拉A梦 甚至是1962年 美国经典卡通杰森一家 马华总会长都是李渭佳祥狠批 我国在无人机或飞行装置的技术 远远不及中国等国家 而政府不努力解决 我国企业所面对的问题 却还想研发飞行车 简直就是笑死人 不过企业发展部长坚持 有关研发计划 没有耗费政府一分一毫 而如果批评者继续固步自封 不愿进步 那么这是他们的选择 这个无人飞机版的飞行车模型 在海空展亮相后 因为设计看起来很阳春 而被人嘲笑 国政议员今天在国会继续嘲笑一番 有议员喊出经典卡通杰森一家 更有人嘲笑 这是 Doraemon 不仅如此 随后更讽刺的建议 不妨考虑用竹子来打造无人机 尽管被议员和民众冷嘲热讽 不过李祖安既然信心满满 他说如果有人不愿意进步 那就让他们继续落后 当记者追问 敦马对这样的设计是否满意时 李祖安没有正面的回应 他只强调敦马是抱持开放的态度 但是对于这些研究飞行车的计划 看在魏家祥眼里 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 消失人 已经有六家公司出产的飞行车 已经面世了 他们甚至可以275千美金的价格收买 所以你看看这些都是研究成功 而且准备大事态 马来西亚只是放几个图 这样的一个造型 就告诉人家 我们洋洋得意地说 我们有这方面的技术 不管怎样根据李祖安透露 这个模型的飞行车 目前已经在日本制造当中 预计今年内就会完成 他强调飞行车计划研发成本 没有使用政府一分一毫 完全是私人界的投资 NTT7杜文杰采访不到 我再设法案 我再设法案 解决赏 想法创广 我会提到 我和您的想法 我和您的想法 我们要有一些